各位同學,你們有沒有做過平面設計? 有沒有設計過一些標誌呢? 我就有了 這就是其中的草稿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些就是我用摺紙做出來的圖形 是用來做參考的 在我們的設計裏面 其實大部份都有對稱的性質 你們有沒有見過對稱圖形?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在我們周圍有很多標誌 很多圖案都是對稱圖形呢? 很多窗簾上的圖案都是對稱圖形 好像這款一樣 對稱圖就是這裡 又看看這一款 這三條都是對稱圖 有些瓷磚上面的圖案都是對稱圖形 像這一塊一樣 它有一條對稱圖 兩條對稱圖 這一塊也是 它有一條 兩條對稱圖 而這一組瓷磚也是對稱圖形 它有一條對稱圖 兩條對稱圖 三條對稱圖 四條對稱圖 那麼多 那什麼是對稱圖形呢? 在一個圖形 如果我們可以用一條直線 將圖形分為兩份 沿著這條直線 將圖形對接 如果圖形的一部分 和另一部分 互相重疊的話 好像這個圖形一樣 這個圖形 就是對稱圖形 而這條直線 就叫做對稱軸 對稱圖形 有以下這幾種 這個圖形可以分為 上下兩個部分 在這裡畫一條水平線 沿著這條水平線對接 圖形上面的這個部分 就和圖形下面的這個部分 重疊 這個對稱圖形 就是上下對稱 這個圖形可以分為左右兩個部分 在這裡畫一條垂直線 如果沿著這條垂直線對接 圖形左面的這個部分 就會和圖形右面的這個部分 重疊 這個對稱圖形 就是左右對稱 而這個圖形 這裡有條打側了的直線 如果沿著這條直線對接 圖形的這個部分 就會和圖形的這個部分重疊 這個圖形就是對稱圖形 各位同學 其實有很多你們認識的幾何圖形 都是對稱圖形 而且有些還有多過一條對稱軸 我手上這個十字圖形 是對稱圖形 你們可否說出這個十字圖形 有多少條對稱軸呢 在這個圖形 我們可以找到 總共有四條直線 沿著任何一條直線對接 圖形的一個部分 就會和圖形的另一個部分重疊 這個就是多過一條對稱軸的對稱圖形 不如我們又一起研究一下多邊形 看看多邊形有多少條對稱軸 例如一個等腰三角形 它只有一條對稱軸 一個繞形 一個繞形 也只有一條對稱軸 但是一個長方形就不同了 它有一條對稱軸 两条对称组 一个等边三角形 它有一条 两条 三条对称组 我们可以研究下其他正多边形的对称组数目 一个等边三角形 有一条对称组 两条对称组 三条对称组 一个正方形 就是有一条对称组 两条对称组 三条对称组 四条对称组 一个正五边形 就有一条对称组 两条对称组 三条对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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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条对称组 五条对称组 三条对称组 四条对称组 一个正六边形 便有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六条对称组 如此類推,一個正多邊形有N條邊,這個正多邊形就有N條對稱軸 你們有沒有發現正多邊形的邊越多就越像一個圓形呢? 大家有猜不猜到一個圓形有多少條對稱軸呢? 其實人體都是對稱的,是左右對稱,好像我們臉一樣,左邊臉和右邊臉是對稱的 當然是沒有用工具畫出來按對稱 我們認識了這麼多關於對稱圖形的知識,不如我們又聽聽平面設計師怎樣說 蔡先生,我看到桌面上有部份你的作品,其實我想問一下當時你的設計概念是怎樣的? 好,比如說我們看到這個紅的圖形,紅仔頭的圖形 其實它是用一個最基本的圓形是一個對稱的圖形來造的 你看到有不同的圓形組成一個紅的頭 那這一幅呢?這個全字這一幅呢? 作為一個雙標來的,我們的構思都是在全字那裡開始的 首先拿一個中國字,全字 我們再翻查它的歷史,字的歷史 原來它們算書的寫法是這樣的,我們覺得比較特別 將它演變成一個雙標,圖像化了 你看到是一個很左右對稱的圖形 其實中國字,很多字本身都是對稱的 例如亞洲的亞字,黃字 我看到這一幅有很多個圓形在這裏 其實是否有甚麼特別的意思? 其實這裏有八個圓形 這間公司的名字是來自曼陀羅 你知道曼陀羅本身是很注重的平衡 還有天地人金木細波圖 所以用八個圓形,而圓本身都是一個最完美的圖形 這樣而構成這個雙標 那這些設計裏面為何會用到對稱呢? 其實分開兩方面來說 你剛才看到的雙標圖形 主要是美觀 左右對稱有時的平衡會好些 但有時對稱也都用在概念本身 例如這張海報就是李小龍對李小龍 主題是香港好東西 我覺得李小龍最大的敵人都是自己 所以我將它對自己左右放在對稱 有沒有試過我創作對稱圖形? 竟然在試過藝術堂的時候 老師曾經教過我們做一些對稱的圖形呢? 好,讓我現在直接創作一個給你看 這裡有些廣告彩和畫紙 首先呢,我將廣告彩粘在畫紙上面 然後呢,就將它對摺 搜到畫紙的面上,掃一掃它 攤開 這個對稱的圖形就完成了 除了剛才的方法之外 我們還可以利用一塊平面鏡 去做到對稱的圖形 怎樣做?跟我來吧 這裡有一塊平面鏡 如果我將半邊面貼在鏡邊 鏡裏面就要反射出一個對稱的半邊面 是不是很有趣呢? 鏡邊就是一條對稱軸 而原來的圖案和鏡裏面的圖案一齊 就會形成一個有對稱性質的圖形 同樣,如果我將這些圖案放在鏡邊 又會不會做出對稱圖形呢? 這一條就是對稱軸 這個就是對稱圖形 用快鏡反射的原理 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做出對稱的圖形 其實還有很多方法都可以 用手工紙和剪刀都可以做出對稱的圖形 用手工紙和剪刀都可以做出對稱的圖形 首先將手工紙對接 然後用剪刀剪出一些圖形 然後再攤開 就會得出一個對稱的圖形 是不是很容易呢? 剪刀是我們中國文家著名的藝術 人們會利用剪刀來做裝飾 剪刀圖案其中有很多都是對稱圖形 大家日常生活常見的標誌裡 可不可以找出有對稱性質的圖形呢? 只要我們多留意一下周圍環境 在我們身邊有很多充滿對稱性質的平面圖形 我們還可以利用對稱來做設計 創作不同的視角藝術 大家一起試試吧 好適合 還有,ertas量 Drawers 盡量用剪刀 先放刀 EMMINE 躍 вд 分封еры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